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大陸 今年 特別多這些異象出現 很多地方 突然間日頭 就漆黑一片 變成好像晚上一樣 6、7月剩下的時間 有些地方就下雪 剛剛 湖南又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突然間有一大堆的蟲 好像是白色的飛蟲 多到 你好像在看那個 之前其洛利維斯的世界末日 整個天都是蟲 周圍飛 這些白色飛蟲 有些飛過 甚至乎有些死了 死了的 堆在一條路上 高達10多cm 厚厚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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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到這些 很多人都覺得無管動 最近 網絡瘋傳一條片 在高速公路上面 在城市裏面 出現大量的白色飛蟲 很多 車看到之後 在車上 滑的那些蟲突然間滑了 挖了扇軒 甚至乎有車 有車 很多民眾嚇到瘋了 這個發生的地方 是在湖南省的軟江市 在4日的晚上 很多民眾都目擊到 市區 出現大量的白色飛蟲 白色飛蟲 在空中之中 不斷地飛 不單止干預路人的行走 連交通也都大亂 在燈光照射之下 可以看到這些白色的飛蟲就像落雪一樣 周圍飛 路上的車和人 為了閃避這些蟲 有些是善態 有些是車禍 撞到別處 當地民眾表示 這些滿天的飛蟲 看上去 好像是飛蛾 好像大雪一樣在空中飄落 而且 很多人死了 屍體在路上 十幾公分 浮遊滿天飛的影片 在微博上面封存 很多人都覺得很恐怖 其實看到這些很多人會無管動 看到恐懼症的人 甚至乎是那些美式的電影 剛才我跟大家說一套 《世界末日的電影》 《奇樂李維斯》 本來是一個機械人 一個很巨型的鐵甲人 降落 突然間全部變成飛蟲 飛蟲 就可以每到一處把那些地方吃掉 而且會不斷 吃完那些 任何的東西 例如建築物 人 車 全部都被吃掉 吃完之後就會壯大 變成一開二 二開四 一路變大 直至將全世界吞平為止 這個畫面 很恐怖 內地網友有很多 文學修養的 就拿了 蘇東邦的赤壁庫 拿出來 其中抽了一句詩 就是兩句 基浮游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宿 人類 在大自然來說 十分之渺少 天降異象 其實 都跟最近的中國的國情 我覺得 息息相關 是不是天人感應呢 四川 今年 本來在順期之中 即是 與其會有大水 誰知道 仍然天氣的高溫 中國 在成都 在重慶 從來未試過45度 45度這個溫度 只是在新疆出現過 而新疆以外的地方 其實中共蝕國之後 從來未試過紀錄 即是未在紀錄之中錄得 有45度高溫 高溫乾旱 加上 地震 天災不絕 而人禍更加嚴重 全國現在有70個城市封鎖 這個真的是天降 亡國異象 以往出現這些情況 通常大家都會想 這個 通常天降異象就有聖人出現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 很明顯 中國是會經歷過一個 很大的一個歷史的變化 我們會看到 這幾年特別多這些古靈精怪的天降異象情況出現 是不是遇事 中共滅亡呢 我們詳細的跟大家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月費贊助就是 經濟環境好的朋友 你們月費贊助 經濟環境一般的 免費模式 幫我們看廣告 多多支持 我們也很開心 關於這個天人感應也好 上天預警也好 現在中國 出現了種種亡國異象 封城 以往從來未試過 如此大規模的封城 那麼大規模的人口 受到如此溫償的純福 每個人乖乖地排隊 去輪流做核酸檢測 做來做甚麼 沒有啊 做完就沒事了嗎 不過 國家規定要做 全國出現一段時間的高溫 最近好像降了溫 重慶又迎來山紅步伐 突然下了一場大雨 天氣降了溫 沒有那麼熱 但是 突然間要封城 一話封城 所有人去搶購物資 人禍比起天災更加恐怖 是不是 高溫 乾旱 曾經 持續的乾旱導致了兩個朝代的封面 當然這個朝代不只是 靠一個乾旱 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 例如唐朝 例如明朝 明朝撲裂 就是最多天災 最多人禍的情況 又有爆炸 又有天災 又有乾旱 然後 糧食又短缺 有些地方鬧飢荒 然後還有失業 其實我覺得明朝滅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失業 大量的人找不到吃 然後還有外敵 如果老百姓不作法 根本滿清就不可能入關 因為當時的明朝 大明 是有兩億人口以上的 只是一個建州女真族 只有70萬人口 怎麼打落兩億人 根本想也不夠膽去想 怎麼吞 當時的黃太極是算很厲害的 就算之後 的這個 多爾菌 是厲害的人物 但是 不夠膽去吃一個兩億人口的大國 肯定就是一個 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 所有不利的條件在當時的大明出現 而現在 我們為甚麼說習近平一直上台 2012年 我已經感覺到他是崇禎 當然現在崇禎 已經 禍國擁民十年了 是不是要繼續做下去呢 不知道 他繼續不繼續做 我覺得現在中國也沒得救了 只是 即時死 或者短期內死 或者拖遲一點死 如果他繼續做 我覺得中共可能在一年內會倒台 如果他不是繼續做 或者以我們的判斷 他退任 這個 即是不做總書記 繼續做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兩年 我想中共兩三年來 都會滅亡 因為 根本現在經濟被他玩爛了 是救不了 好了 很多 古代也有很多時候會夜觀星象 看一看 今年又發生地震 四川 四川 未來我們也認為可能 不止一次有機會更加多的地震 突然間有些飛蟲出現 在一個湖南的地方 這些不是全國性的 是局部地區的 以往 每逢一個地方會發生大災難之前 動物是一定有感應的 好像四川的地震之前 那些魚 不斷的 向上游 向上逃離 直到 大爛爛爛頭了 動物其實 反而也有這種本能 感覺到快要有大變動 地動山搖 要離開了 他們會作出很多 不合理 極端的 這些動作 中國 我們看到 今年沒有水災 其實早一陣子是在6月的時候 到了 7月的時候還是有下雨 到了8月的時候突然間乾旱 一旱 搞到 湖也變底 波羊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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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草原 波羊壺 波羊壺 堅了底 這些以往很少 在8月份做出來的 其實 看到這樣 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汗之後 哪有大震呢 這個 很多人 就說未必是 你看到西班牙不是啦 西班牙大汗 歐洲的大汗 又不見歐洲地震 因為歐洲 沒有一個長江三峽的水利工程 沒有那麼多 那麼多億噸的水 在頭頂壓住 地殼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一定會有反應 這個 嚴格來說是一個大自然的反撲 中國 尤其是共產黨 人定勝天 做了很多破壞大自然的事 所以 大自然對他們反撲是很正常的 最慘 就是土地上的人民 現在越來越多這些 天降異仗 我覺得是亡國的異仗 真的不會很久 只是一兩年 習近平一早 我覺得是一年 這段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拜拜